前夫爆料他男友猥褻女儿!女星泪洒法庭! 黄毅,左,痛诉前夫黄毅清的莫名榜!和成图,2010803.22! 近日,中国女星黄毅起诉前夫黄毅清侵犯名誉案二审,在北京开庭审理,黄毅清自出庭参加了审理,黄毅清则由代理律师到庭。 黄毅内洒现场表示,自从和黄毅清离婚以来,黄毅清多次发表傍言论,对他的名誉造成极大伤害,更导致无戏可拍。 据悉,黄毅和前夫黄毅清于2014年10月离婚,自离婚前后,黄毅清便一直在微博辱骂,放黄毅,还曾将黄毅及其家人的身份证号,家庭住址,电话号码公布,给黄毅和家人带来不少恶意骚扰。 黄毅原本想西是名人,但却因前夫的放损失掉许多工作,最让他受不了的是,黄毅清禁爆料黄毅男友涉嫌对女儿猥亵,叫黄毅终于忍无可忍决定提告。 黄毅在法庭上说,从14年到现在,黄毅清对我的攻击没有停止过,她的用词任何一个普通女人都无法接受,而且四年来她还变本加厉,更牵连到我的女儿和家人。 在做最后陈述时,黄毅更声音更野雕泪表示,黄毅清对其人格造成莫大的侮辱,我只想过平静的生活,所以这几年我也隐忍了很多东西,但这个社会上辱骂,放他人的成本很低,不需要付什么后果就可以随便去评判一个人。 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,一个单亲妈妈,我没有办法,我只能相信法律可以保护我和我的家人。 这次我坚持道庭也是因为我是一个母亲,我希望等女儿长大后告诉她,妈妈没有做过那样的事情。 黄毅清的代理律师则回应,那些微博士因为黄毅不让女儿与父亲见面,黄毅清心情郁闷进行了表达,不存在棒和侮辱。 我们也相信法律师,我们也相信法律师,黄毅清如果做错了,该承担的应该承担,不是的也不能莫须有的强加。 双方毕竟曾是夫妻,我们也不希望造成这样的后果。 目前二审尚未宣判,双方都不同意调解。 双方毕竟